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棠 我没事 你受了那么大委屈 还是我自己没事 都是我考虑不着 让你无端受到伤害 你别自责了 我不怪你 我现在在想 这个发布会之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苗朗会那样 她好像跟失控了一样 你说她为什么会那么做呢 不知道 但她现在一口咬定 显尼明信的人就是你 不行 我还是要当面跟她说清楚 海棠 海棠 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怎么会呢 你别多想了 现在最重要的 是咱们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很蠢 你确实很蠢 虽然你很蠢 但是咱们问心无愧啊 好好好 我很蠢 行吗 可是现在因为谣言 东方香水在昆阳 肯定没有市场了 但是我不相信 没有失货的买家 我打算去找华吉利 她的关系面股 我打算把产品 卖到国外去 我相信很快就会 找到订单的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这是一款具有民族风情的香水 用起来方便 拿起来也容易 跟杨香水不一样 他们肯定会喜欢的 听到你这么说我心里更踏实了 我明天就去找她 加油 朗先生 加油 顾小姐 朗先生 对了 我这两天不在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自己 攻防先别去了 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 我怕有很多不入耳的话 刺激你 我那么一个反应迟钝的人 怎么会被刺激到呢 再说了 我不去的话 不更代表我心虚了吗 也是啊 我一直觉得我要是有你一半就好了 真的 这样吧 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跟你好好学学 朗先生 你跟谁都这么谦虚啊 也分人 好吧 那就请你好好跟我学吧 好 我跟你好好学学 祝我成功吧 加油 谢谢你啊 兄弟 这时候还能陪着我 瞧你说什么话 只要你想好了 背着朗伯父去找华吉利 我 我奉陪到底 我跟我哥说了 我哥会转告他的 这次的发布会仓皇收场 我爹说的没错 我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等我处理好这次意外 月轩 我才有脸见他 哥 哥 你怎么来了 我来送送你 顺便爹叫我带句话 嘱咐你一下 爹怎么说 一路顺风 静候佳音 虽然短短八个字 虽然短短八个字 但包含了爹对我的一分期待 哥 你也帮我告诉你 我不会让他失望的 早去早回 好 你去库房查看一下 其他产品还有多少库存 还有 那边的货 再盘点一下 看看数量是多少 再统计一下 我们还有多少原材料 海棠 月明 有时间的话 聊两句吧 你先去忙 好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那倒没有 只不过 现在大家都避着我罢了 公房没有了月轩主持大局 你也有这么多事情要去处理 人心都已经散了 还有那么多的风言风语 层出不穷的 我真没想到 这件事会殃及到你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真的该阻止月轩 这个发布会的计划 就算是他鲁莽 我也可以对他把关 这样的话 他保护不了你 至少还有我 事出突然 大家谁都想不到 再说了 我现在不也好好的吗 我觉得 这件事当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已经尽力帮你在我爹娘面前解释了 你是咱们家的功臣 再说了 这是你跟月轩一起研发的心血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地毁掉吗 月明 你看 能不能帮我把妙兰姐约出来 我想找她聊一下 海棠 你真的就是太善良了 你眼中的妙兰 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妙兰 我娘也没有处置她呀 还把她当作心腹一样对待 你是说 大家都相信她的话了 这么荒谬的指控 老爷和太太怎么会相信呢 你别着急啊 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的 清者子清 对了 海棠 你觉得 月轩这次出去会有什么结果吗 我相信月轩 能处理好这件事情 希望是吧 那我先去忙了 好 什么 开除海棠 我不同意 月轩少爷不在 月明少爷又忙着手头烦杂事物 工方人心不齐 我正是缺少人手的时候 我 你要想走 我也不留 朗里春是朗家的生意 还轮不到一个外人颤和 老爷和太太已经决定了 这件事全权交给我处理 非常时期 我也可以相帮负责工房事宜 我 二少奶奶 我按照您的意思 把海棠姑娘给您带过来了 行了 好 你们都出去吧 妙兰姐 海棠 从明天起 你就不用来上班了 你被开除了 怎么 还想赖着不走啊 我会走的 但在我走之前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看来你还是不甘心 你问吧 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我没有污蔑你 我认定 你就是那个散布谣言的人 发布会上的那些话 是说给大家听的 瑟瑟发抖的样子 是做给大家看的 我不允许你过得比我幸福 妙兰姐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到底是为了什么 从你进朗家的那一天起 你就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 我本来是想把你赶走 可你却偏偏嫁了进来 如果你能本本分分地 和月明在一起 我还当你是与我同病相连 可你却偏偏拿到了修书 你的存在 比朗家人欺负我 更让我难受 你让我觉得自己更可怜 更可悲 我恨 超过恨任何人 就因为你恨我 就要牺牲掉朗家的生意吗 就要在发布会上那样含血喷人 引起那样的轩然大波吗 这款香水明明是我给月宣的灵感 可你却插足进来 那我就亲手毁了它 生意是朗家的 可香水却是我的 可香水却是我的 妙兰姐 你太可怕了 你这样下去 你会毁了你自己的 那我也要先毁了你 糟了 木子 奇事二 语 别当了 也要不欲 想要 iTunes 尚师傅 这个工坊 现在全都要靠你了 我走了以后 就没有办法 再帮你打下手了 你要辛苦了 海棠 这一路走来 我知道你很不容易 你跟朗家 似乎有着不解之缘 也不知道是善缘 还是孽缘 我跟月轩 已经错过一次了 所以这次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会将我们分开了 你放心 我走了以后 也不会忘记大家的 我会经常过来看看你们 之前对你太严厉了 是觉得你是一个可塑制裁 我相信 即使离开朗里春 你也能够找到 施展才华的地方 离开了朗里春 我也要打下一片 属于我自己的天地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千万别忘了我这个师父 海棠记住了 嗯 看来你很得意啊 妙兰只是封了娘的旨意 来传达她老人家的意思 事态影响恶劣 就算娘再慈悲 也是忍无可忍了 不用再伪装了 用这种卑鄙的手段逼走海棠 我真是后悔放任你一错再错 妙兰谢过大哥 手下留情 要没有你的纵容和示范 妙兰的胆子也不会长到这个地步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交手也不是第一次了 你的行事作风我也略知一二 那晚我跟月轩的误会 受到娘的责返 还有一个知情者 就是大哥你吧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 大哥心知肚明 为达目的不惜一切代价 不就是你的作风吗 连生死都能置之度外 牺牲一些商业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堂堂的一个朗家大少爷 怎么会造谣言打压自家的生意呢 你要是说出去了谁会相信 所以我也没打算说出去 这就对了 倒是你 这么伤害海棠 难道你就不怕我 把你的丑事都给堵出去吗 你不经过我的允许 不惜伤害我的名誉 去打压月轩 我只是将计就计罢了 你们那么想留下海棠 我就偏偏要他走 妙兰 我劝你最好不要逼我 大哥你先别生气嘛 你好好想一想 难道你就真的想看他们 每天黏在一起 做这做那 一起开发什么东方香水 西方香粉 互相欣赏就好吗 你不觉得海棠离开工坊 不是为一件好事 我这可是在帮你啊 如果你再敢伤害海棠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的乙是吗 回来了啊 你这样一天到晚 累不累 姐不累 姐 我能不能不上学了 你说什么 为什么呀 你 你又闯祸了 我没有 没有你干嘛不想上学啊 我告诉你 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你现在的责任就是好好读书 我和娘的下半辈子还要靠着你呢 姐公里读书多不容易啊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男人 所以我才不忍心 看你一个人赚钱养这个家 而且 你是不是被朗里春开除了 什么开除啊 极有自己的打算 我不管你什么打算 你早出晚归的 每天都在为了我 和娘的生计忙碌 我真不忍心 我要跟你一块赚钱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这个学你肯定是要上的 姐 我已经长大了 你应该尊重我的决定 顾夏合 你要是真的长大了 就不会跟姐说这些 姐 我是真的不想上了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 姐就算砸过脉铁 也要让你把这个书读完 我不想上了 夏合 你怎么 夏合 怎么回事啊 夏合 你又不听你姐姐话了 娘 没有 咱们夏合说了 她以后啊都会好好上学 咱娘俩的下半辈子 就靠她了 是不是夏合 这还差不多 这才对得起啊 我给你做的红烧鲫鱼 就是 我去给你们做饭去啊 娘 我来帮你 好 夏合 你什么都别想了 给我好好读书 别让你能操心 听见没有 老爷 岳玄少爷回来了 岳玄 你回来了 您坐下 我慢慢跟你说 爹 事情解决了 而且华吉利我也找到了 他正带着一个法兰西的商客 考察中国市场呢 法兰西洋人 很喜欢我们的产品 等他们办完事 华吉利就带他过来 跟我们签合同 虽然 手批订单不归太大 但是解决资金周转 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法兰西客商和华吉利呢 他们还有点事 可能要耽搁一天 我怕您担心 就先回来跟您说一声 胖子再盯着他们呢 你做得不错 那咱们就再等一天吧 千万别再出任何差错了 等订单签完 咱们也就放心了 而且我觉得法兰西洋人 挺有诚意的 人家可是带着真金白银来的 获惜福所以啊 我觉得这次真的是 我们东方香水 走出国门的一次机缘 可是我还是有点不安心哪 不签完订单 一切还是未知数 爹 华吉利也是商人 而且我们本来就是朋友 有生意做 他不会拒绝的 朋友归朋友 生意归生意 在利益面前 生意总是大于朋友 好了 你也累了 回去休息一下吧 我也得出去一趟 你要去找海棠 怎么了 没什么 你先去把库存点清楚 为签约做好准备 不要让儿女情长的事 影响了自己的工作 影响了自己的判断 我知道 那我走了 爹 他被开除了 谁开除的 是郎老爷和太太 亲自下的指示 我这个爹娘 明明是商业对手 来陷害我 这跟海棠有什么关系 我找他先 月轩少爷 如果你为了海棠好 就请离他远一点 他所遭受的这一切 无外乎都是因为你 就让他过自己 想过的生活吧 我真的不想看到 他的才华 埋没在是非之中 月轩少爷 快来一起吃饭 我问你们 为什么把海棠赶走 你是这样跟父母说话的吗 顾海棠惹出那么大的祸 还能留他在狼里春萌 海棠的错 娘 你就听信我嫂子的胡言乱语吗 你们弄清楚事实了吗 就把他赶走 我们朗家就是这么对待 有功之人的吗 还需要有什么事实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海棠留在工坊 就是为了报复我们 想要报复你们兄弟俩 不可能 事实是有人挑拨 朗家给海棠的关系陷害海棠 打击浪丽纯 月轩 海棠是自愿离开工坊的 没有受到任何委屈 你也不想想 如果他这个时候 还待在工坊的话 他日子会好过吗 哥 可你觉得这样对海棠公平吗 不是我们对他公不公平的事 好了 你闹够了没有 你这兴师问罪的样子 你是要怪谁啊 爹 连你也这么说我是不是 我本身对海棠 没什么意见 只是眼下让他先离开 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你现在是什么态度啊 无论海棠 是什么原因被开除的 你都不能这么 对你的父母说话 好 是我不对 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但是 如果你们真的觉得 这件事情是海棠错了的话 那我跟他一起承担 你 你 好了好了好了 爹 娘 你们别生气了 可能是月轩刚回来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月轩 这一大家子都在等你吃饭呢 菜都凉了 赶紧坐下吧 我不饿 你们吃 别管他了 咱们吃饭 海棠 五十六区 海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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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又有什么事 多耽搁了一天吧 你在这儿瞎猜有什么用 看来 咱们还是在他的身上 寄予太大的希望 老爷 老爷 师少爷来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 华吉利呢 华吉利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找不着了 你给我慢慢说 一个字一个字跟我说 你走了之后 我一直和华吉利他们在一起 昨天按照说好的 我买了船票在码头等他们 可他们一直没来 船都开了他们还没出现 我就急了 我去客栈找他们 结果被告知 他们已经交钱退房了 那个掌柜的说 好像 好像他们要回国 我一听就急疯了 我全程地找他们 可华吉利他们 就像人间蒸发的一样 消失了 我就买船票回来 赶紧找你 怎么办啊 月轩哪 你做这件事 太自信了 爹 杨人一向讲契约警示 他们不可能平白无辜 就这么消失了 我觉得一定发生什么事了 一定有什么事 他们才会这样 月轩 你会不会被人耍了呀 不可能 哥 我们跟华吉利私交很好 而且一直有生意往来 再说了 这次的生意 对他们是很有利的 他们没理由不做啊 现在没时间去猜 他们是怎么想的 现在这条路走不通 你看还有没有办法 有点时间 爹 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办法 还是要赶快找到华吉利 我给你去 施少爷 为什么这次你会帮着月轩 一起去找华吉利 我 爹 这事和胖子没有关系 我跟你讲过 朗家的事情 我们自己解决就好 爹 你先把海棠赶走 现在又怀疑胖子 是不是我身边的人 您都不相信啊 够了 不要再说了 我需要的是用事实说话 你还嫌这件事情 你囤的娄子不够多吗 是 突然 叶瑁 码头那边呢 我已经派人在等了 你呢 和施敌温想想 到底他还会去什么地方 爹都气成什么样子了 赶紧给他一个交代 啊 我知道了 别喝了 嗯嗯嗯 娘 我想跟月轩去趟外地 朗家前一阵子 因为丑闻 闹得那样轩然大波 她还有心思出去玩 不 就就因为这件事 月轩想 想去云川找那个华买办 看看有没有海外的买家 哦 那行 你陪她去吧 哎 娘 那那那您就跟爹说 我跟月轩是出去玩了啊 嗯 谢谢娘 呦 爹 您您回来了 没事上我屋做什么呀 哦 我给娘请个安 应该不会呀 哦 我爹呢 哦 你爹在书房跟客人聊天呢 不 那么晚了和谁聊天 这我哪知道啊 哎 对了阿文 你累了这些天了 怎么还不赶紧去休息休息 哦 我就想找爹聊聊天 你呀 那就是挨骂不够 你爹每次见你的时候 都要说你 我我我听 听他骂我上一眼 哎 娘 您您您早点休息 我我回去了 哎 哎 是是是是她 她她她她来干什么 下去吧 是 老爷 把药喝了吧 喝不下 新病还得新药医啊 老爷 不要太担心了 船到桥头自然知 一直以来 朗家每走一步 都是稳扎稳打 从来没有做过赔本生意 这一次也不例外 本来想借着东方香水 进一步占领昆阳的市场 结果朗家的名誉 再次受到打击 爹 娘 月明 爹 您好些了吗 是这样的爹 我想到了一个 一解燃眉之急 盘活流动资金的办法 月明你说 不 只不过这个方法可能不太高明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先说来听听 好 首先呢 东方香水是个好产品 这是毋庸置疑的 它只不过是遭到了污名 无人问津而已 我们可以把大批量的 东方香水库存 以成本价卖给同行 一来呢 我们可以让精心研究的产品 得以问世 再者就是保住成本 避免亏损 你的做法 跟月轩的有什么分别 得有人愿意接盘呢 不一样了 爹 我们可以告诉本地的商家 让他们收到产品之后呢 改头换面 更换品牌名称继续销售 以这样的利润 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拒绝的 只要你能找到夏家 值得一试 月明啊 这事就交给你去操办 好 这件事我会办好的爹 您就安心养病吧 月明 你进步真快 爹娘真的感到很欣慰 老爷你说是不是 都这么晚了 也还不回家 你这本书可太好看了 我得再看一会儿 那我接你回家看 那不行 回家了我就看不下去了 只有在你这儿我才看得下去 你都在我这儿赖了一下午了 你打算赖到什么时候啊 我饿了 要不你给我煮碗面吧 吃完了我就走 月轩 你这是在逃避现实吗 我就是觉得自己有点累了 对了 你不觉得华吉利突然不见了 很奇怪吗 我总觉得这个东方香水 就是一个阴谋 我就觉得是施甲高的鬼 你看 现在东方香水的问题在哪儿 资金周转不灵 但这都是暂时的 更奇怪的是 我跟妙兰嫂子都误会 外人怎么会知道 怎么会拿这些来做文章呢 你觉得妙兰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可怜之人吧 可怜之人吧 海棠 你是不是怀疑她 可是我真的觉得 她只是一个身居龟中的女子 她也是这件事情的受害人之一 她这么做 对她没有任何好处啊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不过我理解你 她这一次确实反常 一口咬定就是你 而且现在连娘 也深信不疑了 看来感情 真的会让人失去理智 没什么 行了 你也别多想了 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明天去一趟工房 看看有没有可能 把香水改良一下 二次利用 变成精油 原来你早就又打算了 你觉得有我办不到的事吗 哥 夏和 我看呀 我干脆把我房间让给你得了 那真是太好了 不过我知道 你小子说的是反话 算你脑袋还灵光 行 也不妄你能得表扬我一次 我走 岳萱少爷 尚师傅呢 尚师傅他生病请假了 海棠一走 就没人带着你们干活了是吧 尚师傅没吩咐 让你们谁管事是吧 吩咐了 我 你们干活都得让人看见是不是 还是尚师傅走了 你们手里没活干了 我问你们 这包香料成本多少钱 谁知道 那是谁把他扔在这儿的 没人说是吧 你们不把工房的事 当成自己的事 那老家怎么把你们 当成自己的人呢 既然你们没有人愿意负责 那这样 这包香料的钱 我们平摊 从我和你们的薪资里扣 算了 下回注意吧 哥 这一码是一码 这回混动过去 他们肯定还会有下次的 一包花粉而已 大家都回去工作吧 下不为例啊 是 是 哥 月轩 海棠走了大家心里多不高兴 你发什么小孩子脾气呢 在家也就算了 跑到这儿来闹什么呢 我这是就事论事 跟海棠没关系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要说 东方香水 现在已经滞销了 我想 看怎么能把它二次改良 改成精油之类的产品 我正准备去实验室 重新提炼一下成分 我不同意 重新研制产品 只会劳民伤财 增加成本 月轩 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我已经想好一个办法 爹也同意了 我找了几家店铺 以最低的成本价 发售给他们 然后由他们改包装 重新上市 这才是资金回笼 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哥 可这样的话 我们的努力可就白费了 但是盘活朗家资金 才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啊 行 我听你的 叶萱 最近你应该很累吧 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 好 谢谢大家